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工作流 不需要我们输入提示词 就可以生成图像了 那么为什么可以不用输入提示词呢 因为今天我们使用了 W14的这个节点插件 那么这个节点插件呢 是怎么安装上的 大家可以来到这个github网址 在这里呢你可以手动安装到convui里面 你也可以先加载 我的这个工作流 然后到管理器里面 然后去安装缺失节点 也可以安装上这个节点 我们只需要上传一张图像 这是一个图成图的工作流 然后在这个节点上面呢 去设置知信度的这个数值 你也可以设置角色知信度的数值 不过这个角色知信度这个数值呢 作用不是太大 作用最大的是上面的这个知信度 知信度越低呢 它会提取我们上传图片的提示词越多 如果你将知信度给它实质为1 1也就是最高值 那么它从图片上提取的提示词呢 几乎为0 就不提取提示词了 然后我们生成的结果图像呢 就和我们上传的这个图像 参考图没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说这个知信度的值 一定要设置低一些 你可以设置 0.1到0.35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这里面设置为0.1 那么它从我们的上传图像当中呢 提取的提示词就是最多的 那么它的工作原理呢 在我们的提示词输入节点里面呢 将这个文本输入给它转换为输入 转换为输入呢 就来到了这个字符串操作节点 是由文本A文本B和文本C 共同组成的三个部分的提示词 进行一个组合 然后再输入到我们的提示词文本节点里面呢 而我们使用的这个WD 依次的这个节点呢 是连接到了文本A 然后呢 我们又在文本B设置了一些提示词 所以说就是A加B的提示词 共同导入了我们这个提示词文本框里面 然后呢 再进行一个生成 在这个采样器里面 我们设置了这个降噪 这个数值呢 是0.75 也是比较高了 所以说它生成的图像的随机性呢 也是比较高 但是呢 生成的结果图像 它和我们的上传的这个原图 姿势和结构都达到了一致性 如果我们将这个降噪的数值呢 给它再抬高一些 给它升值为1 那么可以看到 结果图的结构呢 和我们的原图就有一些不一样了 它的首部呢 发生了变化 如果我们将这个降噪数值呢 给它设置的更低一些 0.3 生成的结果图像 会非常像我们的原图了 因为这是由于我们的降噪 数值非常的低 要是我们想生成 不一样的结果图 就想让它在渲染上 发生一些变化 设置到0.3到0.75 都是可以的 使用上这个插件几点之后呢 它会为你自动去下载 它所使用的这些模型 那么现在最新的模型呢 就是这个MOAT的这个模型 另外呢 就是你可以使用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 是比较流行的模型 但它不是最新的 在这个工作流里面呢 上面还有一个工作流 将这个工作流几点组 进行一个启用 这个工作流呢 就是简单的图生图的工作流 我们主要是将这个降噪呢 设置的数值低一些 才能够生成和我们原图比较相像的图像 我们也可以使用 下面由这个节点呢 生成的这些提示词 我们直接可以给它复制 然后粘贴到上面这个工作流的 这个提示词框里面 也是可以使用的 那么另外呢 我要说一下这个节点 也就是这个图像重置 重置它的宽度和它的高度 那么如果我们上传的这个图像 是一个横版的图像 而你想将我们的结果图像呢 生成一个竖版的图像 那么你需要将这个 保持比例 这个选项呢 它的处 给它改为false 这样的话 就不会压缩我们图像的这个比例了 如果你开启了处 那么我们的横版图像呢 就会被压缩 压缩成竖版图像的时候呢 图像就会变形 所以说这个比例呢 一定要给它关掉 如果你的上传的原图呢 我们要生成的结果图像 比例是一样 尺寸是一样的 就可以给它打开这个处 好了 那么这个工作流呢 比较简单 主要是使用这个 W意思进行一个实验 可以不用我们 去进行一个提示词的输入了 我们直接从图片提取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需要工作流的话 可以到我的网盘里去下载 如果觉得今天的视频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么请帮助我的视频呢 增加动力 帮我点击关注加三连 那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